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本节课我们来了解可靠传输的基本原理 那么这个其实是为下一节课TCP的可靠传输进行一个铺垫的 因为可靠传输它涉及一些算法或者说涉及一些设计 那么这些设计或者算法都是我们在这里面需要提前了解的 那么我们了解可靠传输的基本原理是为了更好的去学习后面的内容 那么这里面我们介绍两个部分的内容 首先第一个部分我们来了解停止等待协议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这个连续ARQ协议了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停止等待协议它是怎么样工作的 那么这个协议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计算机呢分为这个发送方和一个接收方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只是为了简化这个讨论 才把这个计算机分为发送方以及接收方 那么我们在前面我们知道这个TCP协议呢它是全双公的协议 也就是说一个计算机既可以当这个发送方 也可以当这个接收方 那么这里面呢为了简化的去讨论这个协议呢 我们把一方称之为是发送方 另外一方呢称之为是这个接收方 你更加简单的去了解这里面的协议 那么这个呢是关于发送方和这个接收方的时间轴 那么对停止等待协议呢 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子的 那么首先发送方先建立起一个TCP的这个数据 然后呢他就把它发送出去 那么经历过一段时间呢就到达了这个接收方 对吧 然后接收方呢在接收到之后呢 再发送一个确认的消息 哎表示说你发送的消息我已经接收到了 因此呢我给你发送一个确认 然后呢就把这个确认的消息发给发送方 那么这个确认的消息呢 经历过一段时间之后呢 又来到了这个发送方 那么发送方知道了这个接收方已经接收到了这个消息一之后呢 他又开始生成这个消息二 生成之后他又会把这个消息二发送给这个接收方 那么同样的发送出去之后呢 发送方就会等待接收方的确认消息 那么只要这个接收方确认了这个消息之后呢 他才会生成第三个消息并且发送出去 那么同样的呢 接收方也会在接收到消息三之后呢 生成一个确认消息并且把它返回给这个发送方 那么这个呢就是属于停止等待协议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停止在什么地方 等待在什么地方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发送方 对吧 他发送了一个消息之后呢 他就停止生成新的消息了 他等待这个接收方的确认消息 到达这个发送方之后呢 他才生成第二个消息 那么这个呢就是属于停止等待 停止等待的这门过程 那么包括这个接收方 他也是一样的 当没有消息来的时候呢 他一直在等待 对吧 只要有消息来的之后呢 他就生成一个确认消息 并且发送出去 然后呢又继续的等待 那么这个呢 对于发送方和接收方来说呢 都是停止等待 停止等待的这么个过程 因此呢 这个协议 我们也称之为是 这个停止等待协议 当然呢 在这里面我们讨论的 都是一个很理想的情况 因为我们在前面学习 这个网络的时候 我们知道 这个网络的环境呢 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这个数据 在创始的过程当中呢 可能会发生这个丢失 那么这里面 我们都没有讨论 因此呢 这个情况呢 只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情况 一个无差错的情况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 这个有差错的情况下 这个协议是怎么处理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情况 就是 假如说 这个发送方 他所发送的消息 他在重塑的过程当中 发生丢失了 那么也就是说 接收方 他并没有接收到这个消息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发送方 他在发送消息之后呢 他会等待这个确认消息 那么他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呢 他会发现 对方并没有发送这个确认消息给我 也就是说 对方是不是没有接收到这个消息啊 因此呢 这个发送方 他在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呢 他就会重新的发送这个消息 那么这个呢 就是属于 超时重塵的这么个情况 发送方 先等待这个确认消息 那么等待了一段时间 发现这个确认消息 并没有收到 因此呢 他就会重新的去发送 这个消息一 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超时重传 那么这个超时重传的方法呢 他也是保证这个停止等待协议 他可以进行可靠传输的一个方法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第二种插座的情况 那么第二种呢 主要是表现为这个确认的消息 在重塑的观察当中呢 丢失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发送方呢 他在一段时间之后呢 他也还是没有收到这个确认消息的 因此呢 他也会发生这个超时重传 以保证说 超时一一定会被对方所接收到了 那么这种情况呢 也是一种出超错的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呢 也是需要进行这个超时重传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种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呢 是怎么样的呢 这种情况表现为 就是说这个确认消息 他本来呢 应该在这个时间段接收到的 但是呢 这个确认消息 他在全世界的观察当中呢 发生了差错 经历了很久 才到达这个发送方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会发生这个超时重传 因为迟到了这个确认消息 我认为你已经是没有收到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发送方会超时重传 一段时间之后 重新的把这个消息一 重新的发送出去 那么这个也是属于超时重传的一个情况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简单的总结 这里面所提到的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发送的消息在路上丢失了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说确认的消息在路上丢失了 第三种情况就是确认的消息很久才到 那么这些情况呢 都是需要处理的 这里面的停止等待结议 就通过这个超时重传来保证这个可靠传输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也学习到了 TCP协议的第一个定时器 那么这个定时器呢 我们称之为是这个超时定时器 那么这个定时器呢 主要是运用在每发送一个消息呢 都需要设置一个定时器 以计算说什么时候这个消息过期了 或者说什么时候这个消息 没有正确的发送到对方 那么这个呢 就是属于超时定时器的这么一个定时器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学习的是第一个定时器 这里面我们也提前的做一个介绍 就是说TCP协议里面 一共有四个定时器 我们需要学习的 这里面我们学习的第一个是这个超时定时器 在后面呢 我们还会对其他的三个定时器进行一个学习 那么这四个定时器呢 也是可以帮助到我们去理解这个TCP协议的 那么了解了这个停止等待协议之后呢 我们也来对这个协议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 那么首先呢 它肯定是一个简单的可可存储协议了 这里面呢 只要这个消息没有正确的到达对方 对吧 然后我们就进行这个超时重传 可以说这个解决方法是非常简单的了 那么这里面呢 这个停止等待协议 它也是有一个问题的 这个问题呢 就是对这个信道的利用效率并不高 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发送方呢 它每发送一个消息 它都需要等待这个确认消息回来 那么只要这个确认消息没有正确的到达的话 那么就一直等待 那么这样子呢 对这个连接来说呢 是非常的低效的 所以呢 我们才说这个停止等待协议 它对信道的利用效率并不高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学习本节课的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第二个部分是这个连续ARQ协议 那么这个协议呢 是在停止等待协议的基础上去改造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重点来看这个协议它的工作是怎么样的 那么对于这个ARQ协议呢 我们先来了解ARQ是什么 那么ARQ呢 它是automatic repeat request的缩写ARQ 作为名字呢 叫做这个自动重传请求 这里面呢 也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思考的 就是既然说单个发送和确认的效率低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进行批量的这个发送和确认呢 那么这个思考呢 就产生了连续ARQ协议 那么对于这个连续ARQ协议呢 我们假设 举个例子 有1到12个这个报文需要发送 那么这里面呢 可能就不是发送一个报文 等待一个报文了 这里面呢 可能会连续的发送6个报文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假设发送了6个报文之后呢 收到了1和2这两个报文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又会把这个窗口向前移动两个位置 接着呢 再发送7和8的这两个报文 那么等待新的这个确认到达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窗口往前移动 那么这一个批量发送的这个大小呢 我们称之为是这个窗口 而这个可以向前去推进去滑动的这个窗口呢 我们称之为是这个滑动窗口 那么对于这个滑动窗口呢 我们知道在发送的时候呢 会批量的去发送数据 对吧 然后呢 只要前面的这个数据的确认消息 已经到达之后呢 他就会把这个窗口往前推动 然后呢 再把窗口内的还没有发送的数据发送出去 那么这个呢 就是属于滑动窗口的工作过程 那么对于这个滑动窗口呢 其实就是说 窗口里面的数据都可以发送 只要这个发送的数据 确认号已经到达了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窗口往前去推动 从而形成这个可以滑动的窗口 那么这里面呢 这个滑动窗口 如果说每一个报文都需要确认的话 那么其实这个确认的消息的开销也是挺大的 因此呢 在这里面对这个滑动窗口呢 他并不需要对每一个报文都进行个确认 而是采用一个累计确认的方法 那么什么是累计确认呢 举一个例子 假如说在这里面呢 同时发送了1到6的这6个报文 那么在某一个时刻 发送方收到了第5的这么一个确认消息 那么如果说是采用这个累计确认的话 那么5的这个确认消息呢 就表示说1到5的消息 我们都已经收到了 那么因此呢 就会把这个窗口往前推动5格 那么这个时候呢 窗口就可以发送7到11的这5个数据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属于累计确认 它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我收到某一个消息的确认呢 就表示说这一个消息之前的所有消息 我都已经收到了 那么通过这个累计确认呢 就可以说大大减少这个确认报文的这个数量 以此来提升这个网络的效率 那么对于这个连续ARQ协议呢 其实这个滑动窗口 以及这个累计确认呢 就是属于这个协议的精髓 我们的后面的这个TCP协议的可靠传识呢 也是基于这个连续ARQ协议来开发的 那么这里面我们先要理解这里面的连续ARQ协议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总结本集课的主要内容 本集课呢 我们了解了这个可靠传识的基本原理 这里面我们了解了两种协议 分别呢 是这个停止等待协议 对吧 它的重点是在这个停止和等待两个部分 那么这个协议呢 它的效率并不高 因此呢在这个协议的基础上 我们就开发了连续ARQ协议 那么这个协议呢 是一个可以大幅提升信道利用率的一个协议 那么对于这个协议呢 重点的两个概念就是滑动窗口 以及累计确认的两个概念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那么 好 那么 让它 era一个小时间 如果合体力增加沙场 就好了 然是有一个小时间 就是这样 把它是一种 我覺得 好 就是因为